明朝时期 青州府昌乐县南边有个名叫徐家沟的小村子 徐家沟民风淳朴 乡亲们勤劳朴实 过着安宁而祥和的生活 徐家沟村有个名叫葛二虎的男子 他今年三十出头 妻子王氏五年前因病身亡后 二虎就独自一人过了起来 可二虎是个做豆腐的 每天早早起床做好豆腐后 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去卖 他老实本分勤劳肯干 做的豆腐又好吃 于是他的豆腐变成了不少乡亲们家里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在众多的老主顾中 张家庄的李清远就是一位忠实的豆腐迷 自从五年前他搬到张家庄以后 他就被葛二虎那独特的豆腐香味深深地吸引住了 李清远四十多岁 听人们说此人原先曾经做过官 因为替老百姓说话得罪了 上司被贬为民 于是就在张家庄落了脚 从葛二虎的吆喝声第一次传进他的耳朵里起 李清远每天都会等着二虎的豆腐上门 与李清远第一次打交道时 葛二虎已经知道了他的来历 于是说话不免小心了不少 但李清远是个豁达之人 加上他又心直口快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份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两人交往的阻碍 很快 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每天 葛二虎都会专门给李清远留下一块豆腐 这天也不例外 这天 葛二虎拿着豆腐来到李清远家时 李清远正在屋子里挥毫泼墨 李清远写字的时候注意力非常集中 最忌讳别人打扰 而葛二虎也深知他的这个习惯 于是就悄悄地站在门口等了起来 等到李清远写完之后 他才走进了屋子里 大概是因为字写得不好 李清远的心情看起来非常糟糕 葛二虎进到屋里后 把豆腐一放笑着说道 怎么了 看起来你不太高兴 李清远叹了口气说道 哎 这个人字我写了一天了 怎么都写不好 葛二虎顿了一下问道 什么字 李清远说道 就是人字 也就是男人女人的人 你过来看 葛二虎赶紧摆了摆手 我又不识字 看那作甚 不过 做人是一辈子的事 你怎么用一天 功夫就能写好呢 听葛二虎说完 李清远不由地停下了手中的笔 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 二虎看了起来 你刚才说什么 葛二虎说道 我是说写字和做人难道不一样吗 大道理我不懂 可我知道做人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怎么能一天时间就把它写好呢 葛二虎刚说完 李清远就一拍手笑着说道 对呀 看来还是我太心急了 葛二虎笑着说道 别看我不识字 可我知道 这写字呀 和我做豆腐是一个道理 或许是葛二虎的话引发了李清远的弹性 只见他顺手掰了一块豆腐拿在手里 兴致勃勃地说道 是吗 说来听听 葛二虎笑着说道 豆腐这个东西非常软 做的时候得有耐心 特别是在点豆腐的时候 更得把握住火候 要把卤水一点一点地点入豆浆里面 这时候切记不能心急 卤水点得多了 豆腐就会变颜色 不好看也不能吃 卤水点得少了 豆腐太嫩 不成形 豆腐做好后 这东西又软 拿的时候还得小心轻放 不能毛手毛脚 再说吃 不是有句话叫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 同样需要耐心 我虽然不懂写字 也不识字 但想见也应该差不多 听了葛二虎的话 李清远不由地对他另眼相看了 听了老哥的一席话 真是胜过我读了十年书呀 咱们今天就说说豆腐 我看这人呀 和豆腐也差不多 别看柔弱无骨 但却坚韧无比 能一辈子洁白无瑕 守住本心 也算不枉此生了 听李清远这样说 可二虎说道 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不懂 可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 你做官清清白白 敢为老百姓说话 肯定是一个好官 李清远接口道 你做豆腐用的是真材实料 卖豆腐又不缺金短两 你肯定是一个好人 葛二虎接口说道 对呀 只要咱们问心无愧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就行了吗 说完 两人对视一眼 随即哈哈大笑了起来 弹性正浓 李清远便把葛二虎留了下来 随即 两人便喝了点酒 尽兴之后 葛二虎这才晃晃悠悠地回了家 从李清远家到葛二虎家 大约有五六里的路程 这条路 葛二虎每天都走 可以说闭着眼睛 也能走回去 就在他哼着小曲赶路的时候 路边的水塘里忽然传来了扑通的声音 不好 有人落水了 葛二虎尽管喝了点酒略微有点醉意 但他还是感觉了出来 只见他赶紧朝着水塘奔了过去 来到塘边 来不及脱掉衣裳 纵身一跃朝着那影子落水的地方 游了过去 令葛二宝奇怪的是 一般人落到水里肯定会大喊大叫 那人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乱扑腾 很快 葛二宝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直到此时 葛二宝才发现 原来落水的并不是人 而是一只像狗一样的东西 不管是人还是狗 既然自己遇到了 那就必须把他救上来 见葛二宝朝他游了过来 那东西似乎也感觉到了 葛二宝的好意 不再那么乱扑腾了 而是静静地等着葛二宝的到来 经过一番折腾葛二宝 把那东西救了上来 到了岸上后 葛二宝这才看清楚了 那东西并不是狗 而是一只白色的狐狸 把狐狸救上岸以后 狐狸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卧在那里用嘴对着前提舔了起来 借着月光 葛二宝朝着狐狸的腿上看了起来 只见狐狸腿上有一道两寸来长的口子 刚才在水里还没看出来 现在到了岸上 伤口处冒出了鼓鼓鲜血 原来是腿受伤了 怪不得落进了水中 看到这 葛二宝赶紧在衣服上撕下了一块布子 把狐狸腿上的伤口包扎起来 一通忙活之后 天已经不早了 葛二宝随即起身准备回家 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刻 狐狸发出了一声 滴滴的哀鸣声 听到狐狸的叫声 葛二宝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朝着狐狸看了过来 狐狸受伤了不能行动 假如把他留在这里 这不如同等死吗 想到这里 可二宝上前抱起了狐狸 朝着家中走去了 十天后 狐狸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在他离开二宝的那一刻 狐狸的前腿竟然跪了下来 那样子就像是在感激二宝的救命之恩 半个月后的一天 可二宝照例又挑着担子 给李清远送豆腐来了 因为挑着担子 二宝走得并不快 就在他低头赶路的同时 他的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二宝赶紧闪在一旁停了下来 刚停下脚步 只见三个身穿黑衣手拿尖刀的男子 急匆匆地从他身后走来 看到这 二宝的心里不由得一紧 走到二宝身边时 其中的一个男子朝着二宝看了过来 从他的眼神里 二宝看出了一丝杀意 而男子也似乎在警告二宝 休要多管闲事 几人走后 二宝的心里一阵忐忑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什么好人 他们的目标又是谁 前面不远处就是李清远所在的村子里 村子里的人除了李清远之外 都是些老实芭蕉的农民 不可能也没机会招惹到这些亡命之徒 难道他们要找的对象是李清远吗 想到这里 二宝不由地冒出了一身冷汗 他赶紧加快脚步朝着李清远家跑了过去 李清远家在村子的东面 刚进村口 二宝就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 朝他跑了过来 二宝定睛一看 来人竟然是李清远的儿子李兆明 只见他满头大汗 神色极为慌张 看到二宝后 李兆明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个大叔 救命呀 看到李兆明的样子后 二宝的心猛得一沉 看来李清远出事了 他赶紧抱住李兆明急切地问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李兆明惊慌失措地说道 不好了 我爹出事了 什么 听到这里 二宝顺手抄起扁担 就要朝李清远家奔去 李兆明赶紧拦住了他说道 大叔 我爹以前曾经有过交代 万一他有事情 就让我去找你 还说他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要能把这件东西看好 他们就不敢怎么样 尽管二宝的心理十分不甘 但他相信 李清远既然敢说出这番话来 肯定有应对的办法 于是便赶紧带着李兆明赶紧回到了家中 回到家中后 惊魂未定的李兆明从怀里 拿出了一个包裹 打开包裹后 一个账本录了出来 拿着账本 李兆明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二宝说道 可大叔 这些人找我爹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账本 当年我爹做官的时候 搜集到了一些坏人为非作歹的证据 记在了这个账本上 尽管我爹已经被贬为民了 但那些人并没有死心 于是就想方设法 想把这个账本弄到手 在这里住下以后 我爹把账本藏在了一个地方 并且把这个地方告诉了我 说到这里 李兆明喘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不久前 我从外面回来 快到家门时 就听到一阵叫喊声 我赶紧跑到暗处一看 只见三个男子 正逼着我爹问账本的下落 看到这 我忽然想起了 我爹曾经告诉我的话 于是赶紧找到账本跑了出来 你放心吧 只要找不到账本 他们就不敢把我爹怎么样 李兆明说完后 可二宝说道 既然这样说 那咱们就得赶紧把账本藏起来 谁知道那伙人会不会找到这里 说完 二宝赶紧把账本藏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这时 天色已经黑了 因为心里挂念着李清远的安危 两人都没有吃饭 半夜时分 正在屋子里的葛二宝 忽然听到了一阵响动 瞬间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赶紧招呼 李兆明先躲进了屋子里 二宝悄悄地走到门后 从门缝里朝外看了起来 只见三个黑影正捏手捏脚地朝着屋子走了过来 二宝赶紧开门 对着屋外大叫了一声 谁 听到叫声后 三人愣了一下 但他们很快就朝着二宝围了过来 二宝又说道 半夜三更 你们干什么 为首的一个男子说道 你就是葛二宝 二宝说道 是 你们又是谁 我又不认识你们 为什么半夜三更 闯进我家 男子冷哼一声说道 你不要管我们是谁 我来问你 你认不认识李清远这个人 二宝说道 李清远 你说的是张家庄的李清远吗 男子道 对 就是他 二宝说道 我就是一个卖豆腐的 他倒是经常买我的豆腐 怎么了 男子又说 认识就好 听人们说 你们俩的关系还算不错 是吗 二宝说道 我不过是个乡八老 人家可是读书人 我就是想高攀人家人家 也不肯呀 男子正要开口 旁边的另一个人 却抢先说道 别和他废口舌了 我来问你 李清远的儿子 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 二宝一听 心里马上一紧 没有 你小子别耍花招 你要是敢有半句虚言 我手中的钢刀 可不是吃素的 说完 男子把明晃晃的钢刀架在了二宝的脖子上 钢刀架在脖子上 二宝瞬间就感觉到了一阵寒意 他定了定神说道 几位大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三人见在二宝这里问不出个所以然 便不再搭理他转身 朝着屋里走了进去 二宝一看不妙 赶紧上前挡在了他们身前 前些天 二宝把家里的房子拾堕了一番 收拾完之后 还剩了一些石灰 把李赵明接回家里后 为了防备今晚出事 二宝特地把石灰堆到了门口旁的墙边 就在拦住三人的那一刻 二宝猛地一弯腰 抓起两把石灰朝着三人洒了过去 只见三人瞬间笼罩在一片白雾中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挨腰的叫唤声和激烈的咳嗽声 趁着这个空荡 二宝赶紧冲进屋里拽起李赵明拿上杖本就夺门而出 朝着村子里的另一条路狂奔而去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那天 遇到狐狸的那个水塘边 二宝刚想喘口气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激烈的脚步声 不好 他们已经追上来了 二宝的心里不由猛地一沉 李赵明这时也慌了 大叔 这 这该怎么办 二宝没有回答 李赵明 只是把那半袋豆子拿了出来倒在了地上 圆溜溜的黄豆瞬间在地上滚了起来 看到这 李赵明这才明白为什么二宝临出门时 还要拿上半袋黄豆了 二宝并没有把黄豆全部倒出来 而是剩下了一部分 把黄豆倒在地上后 二宝和李赵明又急匆匆地往前跑去了 他们没走出多远 那三人就追了上来 要是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 别人一定会以为遇到鬼了 三人刚才都被撒了石灰 他们浑身上下还有一层薄薄的白灰 脸上白蒙蒙的一片 眼睛红肿 猛的一看和吊死鬼一模一样 三人只顾往前追赶 完全没有注意到脚下的豆子 来到池塘边后 为首一人首先踩在了豆子上 只见他脚下一滑 随即仰面朝天摔倒在地 身后两人看到他的样子后 还以为他中了邪了 赶紧上前把他扶起来 不料也踩在了豆子上 三人顿时全部摔倒在地 三人骂骂咧咧地起身后 固步的疼痛赶紧往前追了上去 走了没多远 又中招了 经过一番折腾 三人都累得气喘吁吁 而二宝他们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甩开三人以后 二宝和李兆明又返回了李清远家 这么多年的感情不是说舍就能舍的 二宝的心里着实挂念着李清远 来到李清远家后 只见家里狼藉一片 浑身是血的李清远正躺在地上 两人一看 顿时慌了 把李清远扶起来后才发现他并没有死 只是身上受了点伤 那三人前来的目的就是那个账本 在没有得到账本以前 他们是不会将李清远置于死地的 只是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来逼问账本的下落 为了怕三人追来 二宝不敢在此地久留 于是和李兆明掺着李清远匆匆离开了屋子 二宝他们刚走 那三人就追了过来 折腾了一晚上 到头来却是两手空空 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三人一合计 决定沿着去省城大大路继续追赶下去 第二天清晨 二宝他们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见摆脱了危险 三人便决定暂时在这里休息一番 就在他们没坐下多久 那三人追了上来 因为李清远受了伤 他们又赶了一夜的路 此时二宝他们浑身就像是散了架似的 想跑却提不起半点力气 见三人已经近在眼前 二宝急忙说道 李老兄 你赶紧拿上账本 带着儿子逃命去吧 我来拦住他们 李清远叹了口气说道 哎 算了吧 那三人都是亡命之徒 你一个人留下来 也是送死 他们不就是要账本吗 索性给他们就是了 听李清远这样说 二宝顿时拉下了脸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你想想 即使你现在把账本给了他们 他们会饶了你吗 再说了 你要是把账本给了他们 不就等于助纣为孽了吗 你忘了咱们那天的聊天 说过的话了吗 二宝的一番话 把李清远说得羞愧难当 沉默了一会之后 李清远说道 只是我这一走 你可就危险了 说不定 说不定 二宝淡然一笑 我做了一辈子豆腐 豆腐这东西 别看软 但却白白净净 咱们那天不是说好了吗 这辈子都要做一个 堂堂正正的人 我能 相信你更能 说完 二宝不再理会李清远 而是转身 迎着那三人走了过去 听了这话 李清远不再做儿女之态 随即带着儿子急匆匆地走了 二宝 从路旁顺手捡起一根木棍 站在了路中间 对着迎面而来的三人 当头鹤倒 站住 三人见识二宝 顿时恼羞成怒 灰刀就向他砍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路旁的树林里 突然窜出来一个白色的影子 那白影速度极快 竟直朝着贼人的面门 冲了过去 贼人一看不妙 赶紧挥刀先护着了门面 二宝的危险暂时解除了 这时他才看清了 白影原来是几只狐狸 很快 白狐就和三人撕咬在了一起 尽管三人手里有刀 但白狐速度极快 没过多久 那三人就被狐狸撕咬的 躺倒在地一动不动了 混战之中 白狐的脸上也被砍了一刀 刀口虽然不是很深 但鲜血直流 二宝赶紧从身上撕下一块布子 给狐狸包扎了起来 危险解除了 二宝的心彻底放松了下来 休息了一会之后 白狐离开了二宝 而二宝也顺着大路追了上去 很快 二宝就追上了李清远父子 见二宝安然无恙 李清远很是高兴 短暂寒暄之后 三人相跟着朝省城去了 来到省城以后 李清远找到了他的一个铜窗 借着他的这层关系 很快 李清远的冤案被平反了 随后他被朝廷重用 做了一个地方官 李清远把二宝带在了身边 让他在当地开了一间豆腐店 很快 二宝就靠着自己出色的手艺 在当地扎下根来 一年后的一天 二宝正在店里忙活着 这时店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客人一身女装 奇怪的是 他的头上照着一层薄薄的纱 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涌上了二宝的心头 他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开口问道 你是来买豆腐的吗 女子笑着说道 我不买豆腐 我来找个人 找人 你找谁 二宝问道 女子回道 我要找葛二宝 二宝疑惑地问道 我就是葛二宝 你找我有什么事 女子说道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 你究竟是谁 二宝疑惑地问道 就在这时 女子缓缓地摘下了 他脸上的那层薄纱 出现在二宝眼前的 是一张非常漂亮的脸 只不过他的脸上 有一道深深的伤疤 看到这 二宝不由地愣在了当地 女子笑着说道 傻子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你老婆呀 看着女子脸上的那道伤疤 瞬间 一个熟悉的场景 出现在了二宝的脑海中 随即 他明白了 不久之后 在李清远的主持下 二宝和女子 正式举办了婚礼 在这里 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来 故事完 写在篇尾 对于豆腐 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此物极为普通 自古以来 就是老百姓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相传 淮南王刘安的母亲喜欢吃黄豆 有一次其母 因病 不能吃整粒黄豆 刘安就叫人把黄豆磨成粉 怕粉太干 便冲入些水熬成豆乳 又怕胃淡 再放些盐卤 结果凝成了块状的东西 即豆腐花 淮南王之母 吃了很高兴 病是好转 于是豆腐就流传了下来 一颗颗坚硬的黄豆粒 经历了筛选 浸泡 打磨 绿渣 煮熟 凝结 压水等环节 变成了洁白方正的豆腐 这不就和我们做人一样吗 人生的道路很长 但每一步都需要脚踏实地 这才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前面